过年就快到了 而这段期间回家与亲友团聚 免不了要吃吃喝喝 腰围死寸恐怕得面临极大的考验 而想要减重的民众 使用减肥针也许会成为选项之一 但并不是每位民众都适合施打 因此台东马街医院的林俊仲医师 为各位乡亲介绍减肥针 希望大家能在医师建议下施打减肥针 餐桌上的美食 看上去令人垂涎欲低 特别是即将到来的农历年节 与亲友们团聚 共同大鱼大肉在所难免 与此同时 体脂肪也悄悄地跟着成长茁壮 面对肥胖 民众们都知道要少吃多动 但实际上要付诸行动却困难重重 于是近年来 在网路上串红的瘦瘦比减肥针 备受讨论 而减肥针在台湾属于处放用药 也不是每位民众都适合适打 因此台东马街医院的内分泌科医师林俊仲 并为大家介绍减肥针 希望民众能更加了解 其实一开始是属于糖尿病治疗的药物 但是因为对减肥有疗效 所以目前在美国 也被美国的食品药物管制所 何可作为减肥的药物 那它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荷尔蒙类似物 那作用在我们的胃黏膜跟大脑 可以帮助我们抑制食欲 达成减少饮食摄取减轻体重的目标 那目前来说这些药物的使用的族群就是 适合在BMI大于27以上 属于肥胖的病人 或是BMI大于24以上 有肥胖共病症的病人 效果的话就是一人而异啦 但是大部分的人在 就是一到两年左右 都可以减轻5%以上的体重 有些甚至可以减到10% 15% 使用减肥针除了有特定对象的限制外 带来减重效果的同时 与之伴随而来的还有副作用 医师也提醒民众需要多加注意 以及提供减缓不适感的方法 哪些病人比较不适合使用呢 就是孕妇跟有甲上腺随脂癌 家族死或是过去病死的人 比较不适合使用 这个药它最明显的副作用就是会恶心呕吐 所以我们一开始都会建议从低剂量开始施打 然后如果说副作用可以忍受的话 我们再把剂量往上调 那这个副作用是会随着时间会减缓的 所以一开始如果遇到轻微的恶心呕吐 其实并不用太担心 大部分打久了之后呢 不适感都会慢慢地改善 所以如果会觉得恶心呕吐不舒服的话 就是建议不要吃太油的东西 不要吃太快 然后可以搭配一点冰块使用 来减轻这种恶心呕吐的感觉 打开这是药物的部分 药水的部分 想要维持体态的方法有千百种 最重要还是在安全健康的条件下进行 目前减肥症在台湾属于处放用药 必须要医师评估并开立处方签后才能使用 但坊间仍有来源不明的减肥症流传贩售 是真是假难以查证 因此民众在使用时 务必遵循医师建议的方式来使用 最好还是能够做好饮食管理多运动 来维持自身的良好体态 记者安齐轮 谭东市报道